換個焦點 在日本漫畫故事中 除了無人能敵貫穿故事的強者 也有英年早逝壯烈犧牲的角色 雖然只是虛構人物 不少漫畫迷依然悲痛和惋惜不已 泰國有一場展覽 就展出50個死去經典角色的油畫肖像 還舉辦特別的泰式悼念儀式 讓漫畫迷獻花悼念最愛的角色 在日本漫畫《海賊王》中 死於頂上戰場的火拳艾斯 火影忍者身患絕症的羽智波幼 鬼滅之陣無限列車篇 終極一戰中眾生的煉獄 近機的巨人被敵方小孩殺死的莎莎 這些在漫畫界耳熟能詳的角色 與其他英年早逝的漫畫人物 在展覽廳牆上並列排放 每一幅肖像神情肅目 館內氣氛莊嚴 這些作品全出自22歲的 泰國藝術家金妮法 也是一名日本漫民的他 為了探索為何虛構人物的死亡 對真實人類產生巨大的影響 他以這些作品作為他的畢業作品 金妮法的畫作得到另一名日本漫民的青睞 於是策劃出這個展覽 可是這不僅僅是工人欣賞的展覽 也是一場為世人舉辦的葬禮及悼念儀式 仔細一看 每個肖像的下方都有一個充當小祭壇的白色架子 讓前來觀展的日本漫民 為最愛又惋惜的人物獻上泰國傳統祭品 也就是檀香花及蘇打水 向這些早逝的漫畫人物致哀 我喜歡的餐廳 我喜歡吃餐廳 讓我喜歡吃餐廳 因為他們喜歡吃餐廳 日本漫民的餐廳 變成了我們的生活 我們長得到它 我們現在做的影響 我們可以學習 我們可以從電影 到訪的日本漫迷見到喜歡的早逝人物 非但沒有傷感 反而有幾分高興 因為這些臉孔的存在 代表漫迷們依然惦記著這些施構角色